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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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而且做得相当不错 我想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关系是 港科大跟港科大广州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事实上照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两个学校是有独立的法人 也有独立的财务 那我们希望在这宽宽之下两个学校紧密合作 因为我们都是carry港科大招牌 所以我们提出港科大2.0是两个学校一起 制造未来的2.0 那两个学校共同使命一个就是 培养人才一个发展尖端科技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希望让我们提出港科大一体 双校互补 因为这是两个 legal两个不同学校 都carry港科大名字 所以我们在独立法人 独立财务的框框下 我们希望两个学校在教学 科研 知识转移是紧密合作的 他说我们这样避免 两个学校产生竞争的关系 所以当时我们想到的 所有的底部 要做什么样的学校 我们都讲交叉学科重要 交叉学科重要 每个学校都知道想做 可是为什么做得不好 因为它的架构 那你很难做好 我当破坡的时候 我希望工学院理学院合作 我说你们合作 我就发钱给你们 就两个院长 就写一个proposal给我 我把钱发下去了 这个你想结果一样 他们两个分钱各做各的 还是各做各的 这是个架构的问题 因为它的kpi 是凭着就这样来做的 所以确实很难 effective做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在想 交叉学科是有个机会 因为我财务独立 我没有说这个zero sum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港科大 在广州 希望以交叉学科为主 来做的学校 所以说 那我们希望 这个学位不重复 因为你重复学位 他一定会讲 我这边物理系 跟那边物理系 哪个做得好 但你一去比的时候 这个 很难做很好的合作 OK 那我们当然还希望说 这个校长的最大任务 就募款 你不能说广州校长 跟青水湾校长 给同个doner去抢钱 也不大好吗 所以我们要想个机制 不要去抢 大家怎么分享 这个donation该怎么做 等等 所以刚才 这个十一校长 帮我简单介绍了一些 打了前仗这个东西 事实上呢 我们左边就是我们 港科大传统架构 工学院理学院 三学院 跟人文社会学院 事实上 港科大12年前 13年前 也知道交叉学科重要 所以我们有一个绿色的 跨学科课程事务处 事实上很难讲 成果有限 对我刚才讲的问题 确实很难做得很好 所以在广州 我们以交叉学科为主 我们是以 传统学院理学院 是重的 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 都可以做 那我们在广州是横的 那我们以硬科学为主 叫功能输入 有软科学为主 我们以信息输入 我们有硬科学 软科学 我们有系统输入 建造系统 那我们认为 对社会的影响力 要更 Broad一点 所以我们有 系统输入 有社会输入 OK 那两个学校基本上 各与各的学术委员会 可是因为学位 都是港科大学位 所以我们两校 有一个senate 有一个协商机制 保证两个学校 是同一个水平的 这是最早就怕说 会不会 广州做得比较差 所以老师招聘的标准 OK 学位都是以 两个senate 共同来评估 确定保持同一个标准 那这个 师资全部全球招聘 你既然标准一样 你薪水也应该一样吧 感谢广州市人民政府 基本同一个水平 然后两边教授 晋升也同一个标准 我们鼓励 两边需要老师互聘 当affiliate or join appointment 所以这个话 研究生教育也是一样 所以研究生 也希望是同一个水平 研究生院长 吴宏伟教授 他是管两边的 研究生的标准 那这是我们下面 每个苏流下面 这个学科的设置 基本都是以交叉学科为主 不过这种交叉 是从港科大 point of view 因为材料科学 在很多学校也有 那港科大是没有材料系 我们材料在物理系有做 化工系有做 电子系有做 土木系有做 所以我们 从我们学校的眼观来看 材料算是交叉学科 那这里面 我特别想提的是一个 金融科技 这个招聘 是非常难招好的老师的 最近也非常成功 还有这个 最近提一个碳中和 跟气候变化的 一个新的学系 本来我们并不想 招本科生 提出五年后招本科生 后来教育部 管州市 所有专家说 一个大学必须有本科生 所以我们本科生 今年开始招 今年九月 我最大任务就招本科生 那我们本科生 一开始三个领域 这个人工智能 大数据跟智能制造 那我们是大类招生 就学生 Don't declare major until the third year 前两年不分的 而且我们even more 学生两年以后 爱选哪个专业 没有限制 这个没有几个学校敢做 我们这样来做的 就是说在前两年 你有同事教育 有基础教育 物理数学化学 那我们每一个领域 要派最好的老师 跟学生讲 为什么要读大数据 为什么要读AI 那学生就选 我们是没有 quota限制的 老师招聘 到今年开学 150个老师到位 其中20个 从港科大过去 包含自己 包含四大数据有的院长 各大部分系主任 全球招聘 130个都全球招聘来的 90%都境外招会来的 港科大招老师 确实非常的挑 我都觉得很好的老师 还是被上面委员会干掉了 这委员会包含我们 港科大的副校长 院长都在这里面来看 平均100个人申请 我们大概申请 收不到四个老师 这张图 刚才十一校长 这红鸟硕士班 这吴景森校长 本来是港科大 被我们陈校长 给送到港科大去贡献 就我回来管之后 孩子跟我来了 刚好陈校长也离开了 所以对不对 也没有问题 这个教学 必须有乐情 我们收硕士生 大陆时间 我们收很多好的学生 他常常讲一句话 我读的专业 并不是我想读的 是高考分散去的 或我父母要我读的 或我们老师建议 我这样读的 所以我们一个最大改革 我们是全世界唯一的 硕士生进来 大力招生 一学期以后 再决定要学哪个专业 在这一学期中间 我们要变化他学习的方法 包含今天早上讲 设计思维 我常常讲 我们的内地大学生 都被教傻了 只会做标准答案 我们没有创新能力 我常常跟他们讲 讲了很多 这个厅长 那个部长 哎呀 我儿子在Stanford 我儿子在Oxford 那为什么对我们国家教育 没有信心 因为我们培养不出创新人才 所以说从教育 是个长期的投资 所以我们最大改革 教学改革 我们先从硕士班开始来做 大类招生 第一学期之内 我刚才讲的 我们怎么样 这几个能力 终身学习 设计思维 表达 动手 团队合作 这能力很好讲 怎么做得到 这是我们 硕士班 整个的大改革 就是说在第一学期之内 修 什么叫Design Thinking 怎么团队合作 最重要 怎么去找问题 所以我们 是给这学生 三大方向 第一个 讲工业资能化 哪些Open Question 你们想做 第二个 在Sustainability 可持续发展 哪些问题 第三个 是人类健康里面 要学生去想问题 跟老师 反复的提炼 定义这问题 OK 然后 这个 还要去 行业访问 做报告 提出计划 团队合作 也很谢谢 广州市人民政府 我们 你有机会 请你们看看 我们的教室 跟传统是不一样的 我们所有的学生 都可以做Prototype 学校提供 所有的设备 金工木工水平 你要电路板 我们帮你做电路板 打磨 我帮你打磨 各种3D打印机 我们都有 这是我最新的Model MIT 我记得四十多年 我在普渡毕业 看到MIT毕业生 他们可以做东西出来 普渡还是做模拟 这个 我们有机会 让学生动手 OK 这个 第一学期刚刚结束 我上礼拜 跟学生见面谈 这个 可以看学生眼睛 来发光 不过这里面 又有三个学生 送电邮给我 过了一个多月 说黎校长 你们科大老师 都很懒 都没有说 我要做什么东西 这个学生变傻 给他自由 他不会自由了 大部分学生 给他空间 他各种想法都有 就刚才你讲 这Saint Ottomant Larry Page 这都是在研究生 自己想出idea 不是老师 叫他做的东西 事实上我们从 第一学期实验 学生想象 学生creativity 并想象还多 OK 那这中央实验所 我就不讲了 这是科大的传统 这是我们漂亮的校园 这是一期的规划 最左边就是 主要是我们的中央 科研大楼 OK 所有的教室是通的 好 再重要 所有老师办公室 随机分配 开始他们院长 校长都反对 我坚持 你要做交叉学科 这不是制度上的问题 我教课是 办公室随机分配 这成果成效非常的好 OK 那这边研究生宿舍 本科生宿舍 老师宿舍 我还是要谢谢 广州人民政府 应该是中国最好的宿舍 当然我想 东方理工做完 应该比我做的还好 还有300多亿来做 这个给他们一个 吃的好 跟住的好 非常重要 好 最后讲一下 整个愿景 我想港科大2.0 我想做些什么东西 包含教育部长 跟我们国家高端领导 对我们是身具厚望 某位你要讲这句话 中国不需要 再办个北大侵华 我们知道怎么做的 中国需要 创新的培养 高端人才模式 我相信港科大做得到 这句话他取命 OK 然后我们讲 人才培养 当然我们从世界上挖人才 更重要的是 我们能不能够培养 自己创新的人才 教学改革 我认为是要从根做起 OK 很多校长都说教学重要 父母心滋味 多少人真的认为教学重要 抢钱更重要 OK 我想这是一个 整个教学改革 是我们校校长的一号工程 是不能妥协的一个工程 所有老师 我没有包袱 这是唯一的好处 所有老师 倒需要重新上课 教他怎么去上课 这是我们在做的 另外就是 科研影响力 我跟老师讲 广州给我这么多钱 绝对不说 我们可以写多少文章 这是我们的强项 怎么做的影响力 产学员到底该怎么做 OK 今天早上讲 创新创业其中之一 我想这边有 这边很多教学改革 我就不讲细节了 我们花了很多精力 我找专门来培训老师 怎么去各种上课的方法 真正做到 因材施教 该怎么做 这个 讲这个 产学员的话 我想我们会注重三块地方 第一个 对某些创业学生 怎么培养 这个科大不错 刚才李泽香老师 今天早上讲 天上飞的最大 无人机公司 港科大培育出来的 中国天下最好的 最大无人船公司 云州 张云飞 也是港科大校友 无人车公司 好几家 都是港科大培育出来的 OK 那我们希望培育更多 有这种创新创业的人才 另外我们 很花时间来做 是跟企业合作 怎么跟企业 事实上 有很多open question 他并不知道怎么做 我们招了很多老师 他没有场景 这种对接 是非常有效的 第三 我们想做是说 培养工业界的领军人才 你也知道 所有主要公司的老板 CEO 都是印度人吧 那我们能不能培养 这方面人才 这是我们想 要做的东西 好 很快我先讲一下 这个 希望港科大馆 都跟大家一起来合作 我想真的为中国 对人才的培养 对科研影响力 做出一点有影响力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